我跟自己說 無論去到什麼年紀的演員 都可以有進步空間或者受到肯定的一天 謝謝你們 Sammy 恭喜你 第二次奪得香港電影學會版給你的 這個最佳女主角的感受是怎樣的 我的感受除了開心 就是很多的感動 因為我記得上一次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頒給我獎已經很多年前 超過十幾年前 當時是憑著鍾毛嫣 也算是半喜劇的性質 今次獲得這個獎 而我所演的角色和片種是完全不一樣 對於我作為演員 不單是鼓勵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我覺得過往這麼多年 走在演員這條路上 真的沒有白費每一部電影所付出的努力 終於被看見被發現被肯定的感覺 是愉悅的開心 有沒有什麼人想多謝 首先當然要多謝這部電影的監製 Catherine 最重要是多謝這部電影的導演 賈勝峰 因為她始至不如相信我可以升任天美依這個角色 而且整個過程都跟她做得相當好 也建立了一個關係 我非常期望 也非常希望 再有機會跟賈勝峰導演合作 剛才上台是否被預期緊張 剛才是我的獎也忘記拿 也有點緊張 坐在台下反而沒什麼緊張 上台有些緊張 因為又要發言 所以匆匆忙忙忘記拿獎 會怎樣頂促 那又沒有 我因為未來都很忙很多工作 跟自己說 又無需太興奮 用謙卑的身去接受這個獎 反而我希望這個獎 是帶給自己很多的鼓勵 跟自己說 真的不要固埔自封 不要自設常限 其實人生去到某個階段 作為演員或者歌手 其實只要你肯努力 只要你有決心 有意志 肯努力去嘗試 其實還有很多的無限可能 另外也知道你剛出了新歌 是啊 還去了芭蕾拍MV 很漂亮 這個新歌叫做愛事2.0 愛事2.0 其實是我23年前 只是愛事作品的一個延續 其實做延續或者做下集往外 是很難的 因為豬肉在前很容易 觀眾有比較 而且你要超越上一集 其實是很難 不過我這次就很有決心 很有意志 一定要做這件事 還有跟自己說 很想找一些跨界別的 不同界別的人一起合作 今次就找了好稱年圖讀室 一班是真的公讀哲學的哲學生 來一起去有這個crossover 最特別就是找了他們填寫Rap的部分 邀請他們用哲學的角度去寫愛情的哲學 寫了出來之後 我看到YouTube很多留言 大家都很喜歡他們寫的詞 我真的很多謝《好青年圖讀室》 都是港字堂的 後來他們自己出來 就沒有再幫港台自己開了個節目 我都一直follow 我都一直看 所以我都算是失友 所以可以跟他們合作 我真的自己覺得很開心 還有在不同的人身上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學 冷負這些人比你年輕很多 或是年輕一杯 或是最近跟小薯茄合作 上他們的節目 其實我自己都很開心 這些crossover 會不會多放很多時間 在音樂上 今年接下來都會 因為會做Council 還有製作一些新歌 還有演唱會的時候會出新的碟 很久沒有出新的碟 喜歡西美的朋友留意 Council有沒有多些細節 沒有什麼細節可以偷取 不過都是如火如荼的 聊到 我非常期待 謝謝